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到处说的每家行 所有的节目 由美国阿迪乎集团冠名赞助 谢谢大家 顺便扫扫我们的二维码 了解一下我们的四皇茶 了解一下我们的老乡乡 欢迎选购 上一集我们谈到了 钱大公子失手杀了赌徒老千 然后判了十年监牢 接着要做英年的大狱 花了很多的人的关系 走了很多的门路 终于找到了一个囚仆 就替他受过所有的罪孽 这是我们的老杨说故事 小林小说坐牢的忠 话说这钱大公子 走进了大狱牢房 绿季有格式的感觉 四处阴生生的 仿佛就不是在人世 一股臭气吸来 呛得直流眼泪 差点扶墙呕吐 一在墙角的球头叫火爷 红脸躺小个子 胳膊粗得像树杆 胡子黑得像锅底灰一般 火爷懒洋洋的站起来说 来宰子了 爷们都起来了 昆昆金 宰子不懂天地牢狱 山沟海过去 宰子不认刀家了 哈哈哈哈 这是十几个囚徒 从牢房角落里散了出来 小鬼般排成一条长蛇 接刺楼的上针 露着青龙刺虎 刀疤火辣 前公子瞧眼的腿软脚麻 不敢爬上去走人山 刚要跪下囚牢 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囚犯 英俊相貌 动作麻利 贴着告诉他 前大公子 俺是你的影囚仆 名字叫马登 马登 马登走去火爷身边 拱手说 天大地大 没有眼前爷爷大 俺是前大公子的影 山沟海由俺败过去 求大老爷给一个脸面 几个汉子说 今天大于你们 你的小子出来 爱爷们的事 咱爷们今天就煮崽子 才可快活着 借你这个崽子真嫩 大家哈哈大笑 火爷 脸一亮 骂道 别臭虫 有你们扯犊子的粪吗 都滚边去 天有天律 地有地归 人有人路 前公子带来影谱 就不再是窄子了 大欲不见天 咱也不能昧得良心 马登过南山 走了一半 踩空了 一个跟斗 翻在地上站稳 那一台汉子 甘瞪眼眉之声 爬人勾时 一个大汉 夹住了马登的脖子 马登脸色青紫 舌头渐渐伸了出来 眼看快不行 前公子急哭哀求劳命 大汉 不劳缓地用力 过了一阵 觉得差不多了 一松腿上了劲 装死的马登 突然发力 大汉双腿 喀啪一声 被剃开 厉声惨叫 打在地上 火爷瞧了一眼 大汉笑着说 马登留了力气 没想害你 再想劲得大些 你这两条秃腿就废了 马登是条汉子 喝了尿 先免了 以后再说 夏天的大牢 蚊虫密密麻麻 一团一团扑过来咬人 马登不睡 守着秦公子 为其驱赶蚊虫 冬天狱中寒冷 马登把烂被子 全给了大公子盖上 自己练功夫 暖身 春秋上火 马登把水分 接给了公子 喝下拜火 牢房的饭吃不够 马登饿着肚子 给钱公子吃双份 钱公子吃着窝窝头 泪流满面 他打着马登 当了兄弟 不再是影求扑 这四季 二十四个季节 钱公子终于熬过去了 钱家到季县的审判 听申诉 再到县监狱科办理手续 宋丰领还在任 办得自然顺手 很快 保外就医的官文 传到了季县的监狱 钱公子也不收拾东西 那天家当 全给了火爷 钱公子拱手持别 终身坐牢了火爷 火爷摆摆手 示意 囚徒不许 扒皮 浪开路 钱公子跟马登 一变出了大狱 马登又要回下街的堂口 等在街下一个影求 影求扑 做生意 钱大公子说 兄弟 你有一身功夫 可做影欲谱 还要一门要命的差事 不能再做了 跟我回管县去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亲兄弟 钱老爷就管家到下堂 下街堂口 付足了一半的那个欲谱费 另外多负一百块的银元 替马登请了一季度的假 钱大公子和马登 乘坐马车 回管县的钱宅 马登进的钱宅 感觉到了钱家的气派 他给管家说 分我一点活计 我不能白吃饭 管家于是安排 马登的狱野 在大狱野 大宅子里跑信 内宅外宅 东屋南屋 传话派东西 但是钱大公子不许 他让马登往上屋 住上屋 叫宅恋人的呼他为马少爷 拜下香岸 拜为兄弟 哪叶银一百五十块 献打烊 把自己名下的地 又分给了马登三十亩 这个钱宅子可以 钱大公子打听 马登父母高堂在何处 一定要接到宅子里头 让二老想想轻浮 马登一直说 没有说老家在哪 爹妈是我建债 钱重礼对儿子的举止 很反感 那我给钱就可以 给地不拖 且二老进宅更加不可以 为此父子俩大动干活 争吵一番 太太打了圆场 说接进宅住一个季度 也可 久了可在宅外住一套小院 安顿 因此钱老爷 钱大公子才算消气 马登再三推迟 不想住上房 还是住大痛铺 干了一些跑腿的活计 钱公子一心一意 说救过自己几条命 绝不能让兄弟做下人 马登见钱公子真心意气 尽不准 老落下来眼泪 半个月之后 马登悄悄地走了 留下来一张纸条 钱大公子心里一惊 这马登不是不失智吗 怎么会写信 马登亲笔信 这这么写 兄长 你带我如亲兄弟弟 感激提灵 马登万万不能坑害兄长 我本是金藤拐骗帮派 来你们钱家卧底 隐喻谱只是隐线 实为取得钱宅的信任之后 把烟灭埋主全国的一组 刮地皮 让钱宅分文不胜 我实不忍心 不能再回下街堂口 弟就此走江湖去了 兄长仁慈意气 弟记于心 兄长保重 钱公子看见马登的信 赶忙叫来跑外头的伙计 顾长腿 拿出三千块大洋 两根金条 足够钱长腿 顾长腿 你带着跑腿 小五一起去 再难 你要给我找到马登兄弟 悄悄跟随其后 他缺钱助营 欲烂邦烂 暗中护我兄弟 不让马登犯难 钱用差不多 打发小五再回来取 这个钱公子可以 顾长腿和小五 在外线一家大车店 找到了马登 一直暗中帮忙 后来马登从军 做了大帅军的骑兵演长 才得知钱大公子 一直派人护佑自己 十分感激 钱大公子 这位兄长 重义气 好了故事还没完 一直后世如何 且听下回文件 这位公子 再感谢 何竟然 你 这个 这位公子 对 那